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继续来学习我们的正教道大师 好 那么这里我重新编写了一个新的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包含了若干组我们的Python的单词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要求是 判断这样的一个字符串里面是否包含三个Python 好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想三个Python 我就把这三个Python直接写在这里 可以吗 可以 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我想判断我的字符串里面是否包含一百个Python 那么难道我们要在这里把Python重复一百次吗 好 这个显然是不可取的 好 所以说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可以让我们Python这个单词在正则表达式里面 可以用重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好 之前我们学习过这样的一个单个字符的 重复 比如说我在n的后面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填写3就是表示我们的n需要重复三次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这样写的话只能表示单个字符 我们这样写的只能指定单个字符的重复的次数 我们无法对整个Python这样的一个字符的组合做这样的一个重复的指定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组的概念呢 好 那么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把Python这样的一个单词用括号扩起来 好 那么扩起来的这一系列的字符 我们在正则表达式里面称作这样的组 一个括号就对应一组 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括号把这一系列的字符扩在一起了之后 这一系列字符就成为了一个组 那么我们在这个组的后面加上这样的一个数量词的话 就可以表示我们需要把这一组的字符重复若干次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这里我要说的是在一个正则表达式里面 不是说只有一个组 它是可以有很多个组的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3的后面 再加上一个gs这样的一个字符 然后把这两个字符我们把它给扩起来 好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分组 好 那么讲到这里 我想起了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组括号的用法 好 那么请大家对比一下组括号和这样的一个小括号 它们在逻辑关系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 那么我们说一下 组括号 我当时重点强调了 组括号里面的这样的一组字符 每个字符之间的关系是或关系 或A或B或者是C 但是我们的小括号的实质是每个字符是一个且关系 你必须要有大写的P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小写的Y等等 它必须是每个字符都出现 所以说它是一个且关系 经常有很多同学很容易把小括号和中括号 把它们给搞混淆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我总结的这一点 中括号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或关系 而小括号是一个且关系 好 那么关于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